好,那我們就繼續上這個囉 知道大家那個都有沒有分帥了 反正呢,這個網站呢,就是讓大家稍微體驗一下 就是之後做分更的時候,或是怎麼樣的狀況 那所以其實,到時候呢,讓大家其實拍拖子 就是差不多的感覺 就是你先把輸入定義好 然後呢,就看你增加加幾層 然後每層到底有多少neurons 所以這邊就會想說,你要四個neurons 還是五個neurons 那你要幾層 那大家就可以發現說,其實這種東西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然後再根據說,你最後分的好不好 他就調整說,你這個網路的架構應該怎麼要設定 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就是要開始介紹 今天主要就是PyCode 然後就是,像剛剛的那個動畫 其實他是用PyTorch 其實他是用PyTorch 他是用PyTorch 然後其實,要做生物學這件事情呢 現在有非常多主流的工匠 那像是Keras啊 或是PyTorch 或是PyTorch 其實都有非常多人在用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我先稍微跟大家 稍微講解一下 就是三種,就是都有人在用 那他們到底差異是在哪裡 那第一種Keras呢 Keras就是,就是非常的簡單 好懂 然後很適合出學者上手這樣子 然後,因為你沒 因為你不需要自己去定義非常多東西 所以很適合出學者下去使用 然後,就是你可以很快的進入一個模型 然後也可以很快的做Training Testing 得到結構這樣子 那,現在更多人在用的其實是 TensorFlow跟PyTorch 那為什麼,大家比較不常用Keras呢 因為,就是這兩個算是比較 就是,底層的 就是你可以寫比較多彈性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像你的Loss Function 你可能想要設計一個非常複雜的 或是你的網路架空 你可能要做很多什麼Fancy的設計啊 什麼各種廠開分配啊 或是反正就是 各種不同的配備 他們會想要做自己不同的事情 所以,因為Keras它算是一個 比較把東西全部整合起來的 所以,就等於是說 你沒辦法很好的去 設計那些很底層的東西 所以,我們主要今天呢 要介紹的就是這個PyTorch 那PyTorch它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它寫起來很像在寫浪拍的感覺 大家如果有寫拍閃換 大家都知道有浪拍吧 就是,它寫起來的感覺就是很像浪拍 然後,它基本上一些 矩陣的陰寸操作也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呢,我們之後也會跟大家介紹 就是,現在有越來越多 就是,學在各種conference 都越來越多人使用PyTorch這個 framework 這樣,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在,就是2019年年底的時候 就是,PyTorch慢慢 就是,PyTorch其實是這幾年才開始崛起的 那一開始其實是Keras跟TensorFlow 然後,最近呢 因為PyTorch這個東西它的一些 這個framework越來越成熟了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其實就是 有白天的一波非常大的風潮 然後,就大家突然開始 都集體改用PyTorch這樣子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各個頂尖會議的Paper 然後,他們 Intel們的時候是使用TensorFlow 還是使用PyTorch 然後,屆時線應該是使用PyTorch 就可以看到 那,在2017年或2018年的時候 都還沒停用 那,在2019年 甚至到2020年的時候 越來越多那種學術的conference 他們會使用PyTorch這個framework 在做開發 然後寫Demper這樣子 然後,反而呢 這張圖也是一個趨勢的比較 因為,就像我講的嘛 就是之前 是TensorFlow比較紅 然後呢,PyTorch就越來越 就是慢慢慢慢往上爬了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說 PyTorch是一個 還蠻具有顯力的一個 算是PyTorch吧 這樣子 然後呢 其實像 Google裡面去PyTorch他們的 YouTube上面 就可以找很多相關影片 像是 這是特斯拉他們的 開始講說 他們怎麼樣利用PyTorch這個東西 去開發 就是說,像是支架車啊 或是一些在電腦數學上面的應用啊 之類的 然後,還有像是Uber 他們的一些 相關部門呢 也都是使用PyTorch 來做他們一些研究開發 這樣子 所以,總結就是 好PyTorch不用啊 今天就是讓大家 稍微有個概念 怎麼樣去用PyTorch這樣子 那一開始呢 總是就是 不免說要叫大家 怎麼樣下載PyTorch 而且 其實它下載的方式 算是有一點點 小小的複雜 但是呢 如果 因為其實 比較 複雜的點 是在說 它有分 壓下來是GPU的版本 還是 一般的CPU的版本 然後 大家應該都寫Python 然後 比較特別的是 假設 不但大家 之後會不會有機會 用到GPU啦 但是 就是如果你有用GPU的話 你可以特別注意說 你的那個Cuda Driver的Version 是10.1 還是10.2 或是9.2 這樣子 那 如果你今天是 使用GPU的人 那你就在 你的 那個 Terminal那裡 打 MVCC 淺點Version 這樣子 那就可以跟它說 你是10.1還是10.2 或其他的版本 這樣子 那所以譬如說 現在你是10.1的話 現在就會 出黑卡 專屬於10.1的Compend 那就把它貼上去 他就會知道幫你去 這樣 下載 因為如果你 彎到它的指示下載的話 你可能就 沒有辦法用到 GPU的指示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跟大家講 怎麼樣 就是 PyTorch的事件到底是什麼樣子 就是在一般 你在寫Python的時候 常用的是什麼 就是用 什麼List Array 對啊 Gelaframe 大概場面就是這三種 但是在PyTorch的事件裡面呢 它就只有 一種資料的類別 其實也不算一種 還是 總規而言呢 就是只有 Tensor 類別這樣子 那所以 不管今天 原本是使用的是 什麼List Array 之類的 你都需要去經過一行程式嘛 把它轉換成 Torch的Tensor 這個 類別這樣子 對 然後 這是重點 然後 而且 其實在TorchTensor裡面 還有非常不同的 呃 類別 像是FullTensor 或是LongTensor 那LongTensor 它其實主要就是 在存 比較大的 整數的時候用的 那 一般常見就是FullTensor 就是 算 五點數用的 就是大家 常用的就是這個FullTensor 就好 這樣子 好 那 首先 我們就來看一個 非常簡單的程式嘛 就是 我們 我們 要去定一個Torch的Tensor 那 平常我們在使用LongTensor 拍的時候呢 我們要宣告一個Array 或者就是 按P.Array 然後就把你的List丟進去 然後 這邊就變成一個 普通的Array 那在Pybridge的時候呢 首先 你一行一定要用Torch 就是大家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呢 你這邊就說 我們先定一個Tensor 它是Torch.Tensor 然後 你後面就給它 一二三四 然後 你Print了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是 變成一個Tensor的類別這樣子 那所以之後呢 你可能要進入Model 或者是你要就是 反正不管怎麼樣操作 都是必須基於Tensor 就對了 好 那 因為其實 浪拍像是一個 還蠻多人在用的 所以 其實呢 它有支援一個 一個方法就是 可以叫你直接 把NumHive的Array 直接 轉換成Pybridge的Tensor 所以我這邊一開始就先 宣告兩個 一個是Array 一個是Tensor 這樣子 那所以你要怎麼樣從 Array變成Tensor的話 你可以直接 用Torch 直接 從NumHive的 這個函數 直接把Array變成Tensor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最後變出來 就是一個Tensor 那有時候呢 我們會想要做一些 分析啊 或是畫圖 譬如說你今天想要來 Pybridge進 最後結果 用MathValue畫 那你可能會需要 把 一個Tensor 換成 浪拍的Array 那你就直接 Tensor 然後點浪拍 畫號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 從一個Tensor 變成一個Array的形式 對 所以這是 兩種資料 背景的誤換 那 那 同樣的 就是 大家如果用 那個 浪拍的時候 用習慣的話 大家可以知道說 浪拍最方便的就是 它可以做 LM-wise的相加 相近 或是相處 就是可以兩個 譬如說這兩個 直接相加 或是兩個 相成 那其實 在 Pybridge的Tensor 它已經是比較操作 就是L-wise Operation 那所以譬如說 像今天 直接Print的A加B呢 它就會把 A跟B 他們對一個位置 相加起來 A-B A-B 就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 我也會說 這個東西跟 就是很像 Python 或者很像浪拍 就是因為 它基本上所有操作 都跟浪拍差不多 然後 所以 上手的話 也會 比較沒有那麼 困難 對 對 然後 同樣的 比如說 我們還可以對 一個 Tensor 做一些 其他運算 比如說 像是 如果我直接對 Tensor取命的話 它就會把 所有的值加起來 然後就處於它 N 所以就是 算度來是5.33 然後 同樣的 這時候可以 還有一些 額外操作 像是 可以對第一個 對Dimension取命 或是 對 第0 就是對Row取命 或是對Color取命 那你就會得到 不一樣的結果 那這邊就是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有這些不同的操作 那之後 大家如果要 做其他不同的事情 也可以 嘗試著 然後 比較常見的是 在做Deep Learning的時候 你會比較常見 需要用的是 矩陣的相成 那矩陣相成的時候 我們要用到 檔數是什麼 就是 做點 面對方學 然後就把 兩個矩陣丟進去 它就自動幫你算 然後這個矩陣相成的結果 所以 比如說 我這邊有一個 A矩陣 它是2x3b 另外一種 可能會遇到 像是 Alemwise的矩陣相成 就是 我這邊有一個 就是2x3的矩陣 然後如果 我直接把兩個矩陣相成的話 它就會把矩陣 他們對應的位置 都全部相成 像是 1x2 然後3x3 就變9 這樣子 就會知道 結合 好 那 再來我們 大家就知道 就是 矩陣 弄開了 Tensor要怎麼做 然後矩陣 弄開了 我們希望 讓大家 先稍微練習一下 那大家就 打開就是 剛剛的那個 Colab 然後 到這邊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From Non-Pi to Cancer 這個區塊 就像我上面顯示的這樣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剛剛上課打的一些 程式 或者是 我還有個外部 這些東西 都會放在這裡 那 今天要讓大家練習的是 這個 就是 矩陣的定算 然後呢 然後呢 首先第一步呢 我們希望 我們主要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希望 你先把 X這個Nutray 它變成一個 Tensor 然後就是用 Tors and Flow Tensor 這樣子 然後呢 在第二個步驟呢 是 就是 新增一個 10乘5的一個 矩陣 然後是用 Tors and Red 這個 函數 新增一個 10乘5的矩陣 然後再來呢 再 新增一個 這個Vector 叫做B 然後它這個B呢 它全部的值就是E 這樣子 然後是跟 呃 是跟 是 長度是5 這樣子 然後呢 最後 請輸出它的值是 XXPOSE W加B 這樣子 這邊給大家 中間稍微練習一下 然後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 舉手讓我過去 做B 成功 是 的 是 就是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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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